在台风还没有来之前 西瓜盘商调派人力 努力的抢收二期的小玉西瓜 由于种植面积相当的大 增加人力在夜晚之前 也只能够抢收约两甲地四万斤 其余的抢收的西瓜 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农民埋头努力的摘着一颗颗的西瓜 而另外一边则是盘商把摘好的西瓜装箱 准备运往南部贩卖 希望能够在中台参数来临之前 能够抢收多少算多少 木瓜溪桥下约有七到八十公顷的西瓜园 一大早就有许多的盘商带着采瓜工人 抢收小玉西瓜 让损失能够降到最低点 第二台哦 各位来 就抢收约 对 你说那个台风天 台风天啊 踩得完吗今天 今天踩不完啊 今天踩不完 踩不完 能够抢多少就多少 踩不完怎么办 踩不完就 看着办啊 不然怎么办 中台参数持续往东台湾来行进 抢收二期西瓜的盘商表示 今天的时间只够采收约四万斤 而红杏盘商器做种植面积约六甲多地 天黑前预计可以抢收两甲地 没有抢收到的只好放弃听天由命 记者林杰 说风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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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